为了让民众欣赏到难得的艺术创作 文化局特别邀请水墨画家陈文真老师的作品前来参展 陈老师追随曾经荣获台湾金轮奖的葛新人大师多年 运笔变化莫测 美不深收 具有独特魅力 欢迎民众把握时间踊跃前来参观 为了让民众欣赏到难得的艺术创作 文化局特别邀请到水墨画家陈文真老师的作品 前来参展 陈文真女士出生在花莲玉璃镇 追随着曾经荣获台湾金轮奖的葛新人大师喜化多年 她的水墨作品《山谷间云水》运笔变化莫测 美不深收 深具内涵与独特魅力 现任台中市东荣教会 书画艺术班的专任教师 并积极参与两岸水墨名家的交流事务 曾经受邀参与大陆厦门 广东 山东等地区之书画展出 对于推展水墨创作教学 文化传承扎根 以及两岸文化交流贡献良多 本次南投厂除了展出历年作品之外 还展出今年最新作品 陈文真老师作品获众多书画大师的赞赏 其为书法自然之 直内运自然之美 《山水意境》居现代画作 娟秀意境兼有而知 近期更获得韩国首尔亚细亚美展赢奖 并在北京亚昌春季拍卖会高价落垂成交 文化局表示 陈文真老师的水墨画作描绘出云雾缭绕 宽如人间仙境的景色 以山为谷 以水为鉴 山水之间变化莫测 美不胜收 具有独特魅力 作品中《山水意境》含容传统与现代感 整体观之气势磅礴大气 皆令众人赞叹不已 此次展期冲击日起到5月19号为止 在文化局日月展览室展出 欢迎喜爱水墨画作的民众能够踊跃前往参观 来一趟难得的艺术饗宴 记者赛斯奇 南投市采访报导